大家好,我是兔妹 阿里呢,前几天因为垄断 被罚了128个小目标 美团的股价呢,文风跟着暴跌 而今天迎接美团的新福报也来了 就是他也要挨罚了 美团呢,因为不正当竞争行为 赔偿饿了吗?35.2万元 什么是不正当竞争 就是他们逼着外卖商家二选一 只能选一个平台开店 不然就逼你下线收摊 甚至还会强迫商户签一些独家合同 这些年互联网公司全落稿二选一 那就是多少占点缺德 打着为商户和用户服务的旗号 逼迫你做选择 其实过去十年里 中国人都活在被迫二选一的这种绑架里头 最早的二选一是360和腾讯大战 在你的电脑里 两个软件只能运行一个 几年后这个臭毛病 先大规模蔓延到了链伤 首当其中受害的其实就是商家 都是成年人 谁不想全都要 而且多赚钱呢 结果这些平台非要是人家做选择 2013年 京东在家电行业发起价格战 要求商家二选一选面战 然后被当时的苏宁控诉 这种霸权行为 过去30年闻所未闻 这么强势的京东 在两年后11月 哭哭啼啼的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组 举报阿里巴巴 指责阿里巴巴要求商家参加 淘宝天猫商城双十一 就不能参加别的平台 否则将在流量等方面进行制裁或者处罚 再接着呢 二选一又扩散到了物流领域 2017年6月 顺风关闭了对菜鸟的数据接口 收到了指责 而真实的情况是菜鸟率先发难 封杀了风潮 为了让顺风有使用腾讯云切换到阿里云 当然移动支付肯定也逃不掉啊 作为电商重要一环 也被巨头裹挟进了二选一 2018年的3月 沃尔玛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 只支持微信支付和其他卡支付 当时沃尔玛正是腾讯公开合作的零售集团 接着京东腾讯入股的步步高 也被爆出旗家门店进行使用支付宝 随后作为板机 阿里希的河马生鲜 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 互联网本身更像一扇楼声门 面情调互联网的初心是开放化的 让人生活更方便的 但事实上呢 任何平台类的产业 天生就有趋于垄断的基因 因为垄断才能制定游戏的规则 然而呢 吃完了红利就容易膨胀 膨胀了呢 现在就得吃铁拳 对于互联网巨头来说 如果现在还聚焦于做大利润和做大市值 与民争利多少就有点想不开了 相反如果现在做出一个让利于社会姿态 多点求生欲承担起社会责任 配合工作有病好好治病才是上策 大家都在清单上 不过大锤八十和小锤四十也有区别呢